MBB車款 極黑第一部MBB車款 就是這一部009 它2022年年底首次良上 闖坊7月的時候 在亞博搞了全球發佈會 當晚還請了蛇絲曼 和郭富城出席 今天就和大家來看看 連天王都買了的極黑009 你要知道的不見事 代理引入的009 有兩個版本 分別是這部6座行政版 以及這部布局是2加2加3的7座通道版 但兩個版本除了座位數目 中排椅子裝備有少少不同之外 不論外觀、內飾、摩打、電池等等 通通都是一樣的 今次代理借出了6座版本 將來有機會試試7座給大家看 和之前介紹過的極黑X一樣 2009用的電池都是由寧德時代所製造的 有別於內地版 香港版的電池容量有116kWh 續航距離有582公里 充電時間最快 只需要30分鐘就可以由10%充到80% 充電速度可以相當快 這部車用了前頭雙摩打四驅布局 輸出603匹 風直扭力693Nm 0至100公里加速時間4.5秒便完成 可能有人說 4.5秒也不是很快 不過你不要忘記 這部車接近3噸重 比其他純電的MPV來說 這個成績已經很厲害了 有豪華MPV路線的009有全自動空氣懸掛加CCD電池減震系統 前後懸掛又有獨特設計 可以令煞車時產生的頓挫感減少 結果即是怎樣呢 一句說完 肯定坐得舒服於同級的電車 相信我吧 車內有大量的標準配備 例如雙電筒 電索門 17 吋 OLED 中央級屏幕 15 吋觸控式中控屏幕 有30 個喇叭的 Yamaha 音響系統 AI MADE 語音智能助理 等等 Hi Sector 你講 幫我開槍 好的 幫你把機排有車出打開 其他事不說了 只是單計喇叭的數目 已經是現時同級車中最多 但我覺得這麼多的裝備中 最棒一定是這個 這個雪櫃可以調整由-6度到50度 特別在這些天氣拍攝 有它真的很棒 這麼多的配備都是不小價錢的 所以結帳的時候就不怕歐筆了 整部車的主菜當然是這張中排的大班耳 除了冷凳及按摩功能之外 還是同級唯一獨有的影音座椅 細心看前中兩排每張椅子的頭枕 都隱藏了兩個 Yamaha 喇叭在裡面 Napap 皮坐得又舒服 看上手高的話 導演我還是休息一下 一個Y-Shot 就看到009到底有多大部 它長度有超過5米 闊就兩米多一點點 車廂內的空間更加接近80呎 車尾箱的存在空間更厲害 根據資料它可以安裝到6個24吋行李箱 買了車的車主玩趕車不上 帶多幾個行李箱大力掃負都可以 車價方面無論是6座或7座 都是同樣是75.5萬元起 問題來了 究竟買6座或7座呢 視乎你有沒有需要在中間多張椅子 大家對於這部009有什麼意見呢 MUFFIN在留言區也要留個留言給我吧 喂!它不是001F-R? 為什麼我會那麼興奮呢 就要從今年的年初去杭州參觀極黑工廠之旅說起 話說Tripe 期中一個環節 是落 Track 試試這部有1300的 終極大腦級車款001F-R 雖然當日只是試坐這部車 不過兩個圈之後差點連早餐都醃出來 就感受到這部車是多麼瘋狂 這次要特別感謝你慷慨借這輛車出來 讓我們在香港試試 老實說,我想這輛車的一半力量我都未必用得到 不過其中有幾下已經快到令我以為入了Zero另外這款 如果真的要試得盡情的話 我覺得還是去賽車場穩陣 畢竟別人又是限量版車款 都是小心點好的 至於它會不會有油泰版的出現呢? 暫時未有消息 所以這次試車真是機會難得